沃尔特迪士尼公司的员工于周二举行罢工和社交媒体活动 以抗议该公司对佛罗里达州立法的回应 该立法将限制课堂上关于性取向或性别认同的讨论 在一次罕见的骚乱公开示威中 大约60名迪士尼员工聚集在洛杉矶郊外的一个公园 他们挥舞着标语 迪士尼电视台的技术总监泰勒怀特说 很多人喜欢为迪士尼工作 很多人对他们喜欢的公司正在损害佛罗里达州的部分员工和他们的社区感到不安 迪士尼因其公众对该立法的立场而遭到内部批评 批评者称其为不要说同性恋法案 周二一些员工在附近的迪士尼工作室周边进行了示威 其他员工通过推特发声 迪士尼的投票率并不高 该公司在伯班克和格伦代尔拥有约16000名员工 尽管由于新冠大流行 许多人都在家工作 组织者呼吁迪士尼停止向支持佛罗里达州措施的政客捐款 并制定计划保护员工免受此类立法的影响 他们还希望迪士尼停止在该公司 旗舰沃尔克迪士尼世界主题公园所在地 佛罗里达州的建设 直到该州废除该措施 共和党州长罗恩·德桑蒂斯表示 他将签署成为法律 如果是这样 他将于7月1日生效